排序部分 排序如果你不會排序 因為我主要是要按照姓名排序 所以如果姓名排序你不會寫的話 其實也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資料裡面的排序 有沒有 排序 然後可以按照哪個排序呢 也許你優標放這邊 排序 然後你可以按照姓名去排序 按確定 那這個動作特別注意 如果他本來是 就是不是VBA 那你要把它變VBA很簡單嘛 前面講過嘛 你可以錄製聚集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怎麼錄製呢 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然後這邊的話 你也許把它打一個排序好了 假設你這個地方不會寫 排序 然後按確定 E優標放在 B1 B1.slate 然後做什麼呢 再到資料裡面的排序 然後按照姓名值 A到Z 特別是這個一定要打勾 我的資料有標題喔 OK 按確定 他幫你排完了 排完之後的話呢 那請你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開發人員停止錄製 那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再到聚集裡面 看一下你剛剛寫的排序 按一按編輯 這個時候他會幫你寫這麼多東西 總共B1.slate 實際上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以把它複製 然後做什麼事呢 把它貼到你的程式的最下面 比如說剛剛的這個 我們合併工作表 把它貼到這邊來 然後再把它back一下 就這一段 也許你上面可以加一個註解 叫做排序 然後中間這邊的話是 加一個什麼 加這個好了 index 這一段你會把這一段 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 這一段就是 什麼呢 你可以再加一個工作表名稱 的一個註解 這一段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 最後可以把它清除 清除的話 就是你額外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那個 程序 也許就是清 清除好了 那清除的方式的話 其實我是建議的 以前是for i 等於2到最下面一列 for j 等於最左邊一欄 然後再把它慢慢清一個一個 不過我是建議 你乾脆講 用range 範圍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就是哪一個 儲存額開始 左上角 左上角那個是什麼 A2 到哪裡呢 到C的 最下面一列 那可能是28 如果你已經知道28 那你就直接輸入28 點什麼呢 Clear Contents Clear Clear OK 那但是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28 你不知道的話 也許會多 也許會少 那我是建議 你乾脆把那個28 這個地方 加一個R R等於什麼呢 也就是去抓最下面那一列 range 也許也是從B2 其實剛好寫過啦 不然就把這一行 直接複製過來 它就會有一個R 你把這個R 怎麼樣 放到 記得喔 不是放裡面喔 放後面加個and and r 這樣也可以啦 清除的話會自動去抓到 它最下面一列在哪裡 那就C 也許28 也許29 我們把它清除掉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剛剛的東西就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排序也加上去 再來就是清除 再來一個清除 OK 完成 那最後你就要加兩個按鈕 清除 應該沒問題 但是喔 其實你會想 這個程式呢 雖然做完了喔 不過當然以 以那個龜毛的 來挑 一定還是可以挑出來 排序 這麼多耶 其實喔 有些其實根本不需要 而且以後喔 如果你要排序 那你還要再錄一下 然後再產生 其實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方法 更簡單 當然有啦 其實只要兩行程式就搞定了 兩行程式 那這兩行程式的話 怎麼做出來的 再等一下來看喔 請各位先還是用 基本錄製的方法啦 這個錄下來的東西 有個排序 然後再來多一個清除 排序清除 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講一下有關 怎麼讓它更簡單一些些的一些方法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 好 好